大溫快捷租新车首选J&A车行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0月28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毫无疑问 通货膨胀 物价暴涨 让加拿大人的生活成本雪上加霜 捉襟见肘 据最新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显示 加拿大食品杂货价格呈指数级上涨 而且目前在加拿大天价的不仅仅是杂货价格 加拿大消费者正在为汽油 住房 香烟等支付更多的费用 Nerd City报道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加拿大人在以下7种日常消费中需要花费更多的钱 1.牛奶 食品杂货的整体价格一直在大幅上涨 其中很多人几乎每天都喝的牛奶的成本 竟然是世界上最高的行列 最新的CPI报告显示 与2021年相比 加拿大乳制品价格上涨了7% 据生活成本比较网站Nanbill的数据 加拿大的牛奶价格在全球排名第10 平均价格约为2.61加元每升 2.鸡肉 肉类只是杂货清单上的另一种主食 今年也出现了价格倍增 最新的CPI还显示 加拿大肉类价格同比上涨了6.5% 如今的鸡肉价格为14.21加元每公斤 Nabill还发现 加拿大的肉类价格近低于瑞士 冰岛 挪威和美国等国家 在全球价格排行榜上排名第8 3.香烟 如果你是加拿大的烟民 那就是个坏消息 因为加拿大是一包烟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 加拿大的卷烟价格在世界上排名第6 仅低于澳大利亚 新西兰 爱尔兰 英国和挪威 4.住房 可以肯定的说 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一段动荡的时期 Nabill表示 在市区公益房价最昂贵的国家中 加拿大排名第10 平均成本约为8866加元每平方米 远高于英国 新西兰和美国等国家 如果在市中心以外的地方购买公寓 平均成本约为6489加元每平方米 也是全球最贵的国家 5.网费 加拿大的客户平均为互联网花费82块3毛5加元 Nabill将加拿大列为全球互联网成本最高的第8名 电信研究公司Reveal的2021年报告还发现 加拿大网络价格继续处于世界最高水平 6.信用卡费用 加拿大是世界上银行收取交易费最高的国家之一 该费用是加拿大商家在接受顾客使用信用卡消费时 所必须支付给发卡银行的费用 平均费用约为1.4% 最近由于集体诉讼企业被允许将手续费转嫁给客户 但是对转嫁给客户的附加费设定了2.4%的上限 7.保险费用 据CD Hobby Institute一份报告 加拿大人为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支付的保费偏高 至少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是这样 正如金融邮报报道的那样 2015年至2018年 加拿大的汽车财产和责任总保费平均占其GDP的2.7% 而金融组织的平均水平为1.6% 该研究还指出 这些保费应省而异 在汽车保险方面 平均保费最高的成分是 BC省 曼尼托巴省和安大略省 BC省政府周四27日就申办 2030年冬奥明确表态不支持 该项获得四个原住民部族为首 并于市选前已取的温哥华及威士纳两市政府 首肯合作的计划 省府称所需的成本可能达到12亿元 承担风险可危及政府 为省民缓解生活压力的能力 其中一个参与筹办计划的原住民部族 对省府的决定表示失望 BC旅游艺术文化和体育厅长 碧莉莎发表声明指 省府在过去一年多 一直就BC是否争取申办 2023年冬季奥运及残奥会进行评估 经过慎重考虑后 省府决定不会支持冬奥筹委会 为温哥华争取主办冬奥 碧莉莎说 我知道举办这些奥运会 对运动员和体育迷来说是令人兴奋的 然而BC省府有责任 权衡承办奥运会的成本与利益及潜在风险 该项目有数十亿元的直接成本 潜在的担保与赔偿责任风险 可能会飞起我们政府在应对 BC省民目前面临压力的能力 省府拒绝支持这次申办 她表示省府已经承诺举办2026年国际足协世界杯 及勇者不败运动会 而筹划及举办此等规模的活动 需要大量的资源 但省府正面临着很多急需要解决的优先事项 经过考虑后 省府将继续专注于生活开支 医疗保健 住屋 公共安全等民生问题上 碧莉莎所指的 直接开支达到12亿元 而责任风险则达10亿元 她周四借媒体说 我认为时机不对 对于BC民众 那是一笔惊人的开支 争取温哥华主办2030年冬奥的冬奥筹委会 是由原住民部族 马思琴 石高米书 Livet和Teslet 以及加拿大奥运集残奥委员会组成 该筹委会于本年7月 才就申办计划公布开支估算 料将花费35亿至40亿元 便能筹划到举办该项为期三周的盛事 石高米斯部族 昨日在社交媒体做出回应 我们对BC省府不支持 投标申办2030年冬奥 及炮奥会的决定感到失望 该筹委会将于周五召开记者会 就省府的决定做出进一步的回应 温哥华市议会早于7月 就已通过动议 继续为原住民的部族 争取2030年冬季奥运举办权 展下一届温哥华市议会 多数席的ABC Vancouver政党指 温哥华市府在2010年 温哥华冬奥会一共花费了5亿元 而市府若举办2030年奥运会 初期估计预花费1.3亿至2亿元 该党虽然明白省府在做出 该项决定的原因 但表示这项决定对已经付出 无数时间和精力来筹划 这次申办计划的原住民部族来说 无疑是让人失望的 该党续称 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以和解的精神继续合作 寻找创造一同繁荣的新方法 同时寻找机会展示我们所爱的城市 华业女子杨子信因工殉职 父亲日前从台湾抵达加拿大处理后事 心情悲怯迟迟无法平复 晚据媒体采访后 首度透过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发出了声明 内容充满了对杨子信的思念 和加拿大社会的支持 令人卑微伤感 杨富说 杨子信是在很小的时候来加拿大 她的求学和成长都在大温哥华区度过 她深深关怀这片养育她成长的土地和社区 子信温暖仗义 热情勇敢 仿佛天生具有振作他人的能力 她机智幽默 有她在的地方总是销声不断 能量饱满 她真爱家人 生日过节 总不忘传给我们祝福的讯息 身虽远心相细 虽然分别台湾家国两地 她的贴心让人不觉远离 以前她放假回来看我们 华山文创九分老街 逢假夜市台南小吃 都是她很爱的地方 可惜我们再也无法欢乐相聚了 真是说不出的遗憾 她热爱皇家骑警的这份工作 回想起来仿佛一生 都是在为此一致业做准备 她五岁学习跆拳道 后来也学习剑道 巴西柔术和kickboxing 在担任志工期间 确立了加入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纸质 经过严格的训练 终于成就了梦想 成为RCMP的一员 她在她热爱的工作上奉献了生命 就某种意义而言 是一种幸福 我们虽然不舍 但深信 以她对工作的认真执着 应该不会后悔这样的决定 我们身为她的家人 以她为荣 愿她在为她这热爱的世界 燃烧完全部自己之后 能安息于光与爱之中 谢谢这段时间以来 各界的关心 有很多朋友 民众表达了他们的悼念与支持 以及爱与祝福 我们都有收到 也为此深深的感激 我们也谢谢她 RCMP的同僚 在与她共事的期间 给予她的友谊及扶持 这是子信一生很宝贵的礼物 也谢谢RCMP体贴周到的接待 并给予她这份哀容备至的安排 我们想对加拿大政府RCMP和她的同事 朋友以及各界关怀她的朋友们 至上深深的谢意 如果子信的付出 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让大家彼此更相爱关怀一些 相信她也会觉得 此生不需此行了 谢谢感恩 杨子信于10月18日 于本拿比市府职员 前往Broadview Park公园执行职务 协助一位无家可归者 但期间却遭刺毙 她的葬礼将于11月2日 于劣势坟奥林匹克 椭圆体育馆举行 如果你中了彩票 会干什么呢 安排一趟异国旅行 结婚 买房子 或者资助子女 上大学 然而 萨斯科特温省的一位中奖者 却有一个最质朴的梦想 想用这笔钱 去阿尔伯塔省旅行 Justice说 我告诉我妈妈叫醒我 因为我感觉我在做梦 她坐在萨斯科特温省彩票 领奖办公室 她花7元 买了一张 Lucky Lines Extra Veganness 颇奖彩票 赢得了头奖 奖金高达20万元 Justice说 这次中奖对她和她的家人来说 是一个新的开始 她对此充满了感激 她笑着说 我起初甚至没有看到中奖线 我把它递给我妈妈看 她就开始抓狂了 Justice说 她和母亲反复检查了所有的符号多次 以确保他们持有的是一张中奖彩票 然后才通知家庭的其他成员 Justice说 她已经为这笔奖金制定了一些计划 包括去阿尔伯塔省看望家人 她在领奖前说 我想当我真正拿到钱的时候 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她选择花费部分奖金去阿尔伯塔省旅行 并不新鲜 今年早些时候 一对来自萨斯科乘温省的获奖者也说 他们计划带着他们的奖金去卡尔加里旅行 国家地理杂志确实将阿尔伯塔省列为 2023年的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 因此Justice的选择非常的合理 这位中奖者的彩票 买自当地的ASOS公司 I'm the wrong 她在9月28日刮中了这张彩票 好了 以上是本期稿文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